3.4.0 芳芳, 吃飯了 不要 吃吧 不要 你這麼不乖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這個好像都是無定向喪心病狂 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的症狀 誰?你幫我寫過? 好痛, 你這麼沒禮貌? 我什麼事? 阿神, 關你什麼事? 再靠涼了? 我忍夠了, 我跟自己說 他有病, 我要忍他 他撼失腦子, 我要忍他 但我現在真的忍不住了 我要出去休息一下 誰去誰?你去哪裡? 你先冷靜一下 大家一起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一起冷靜一下 在院舍發生的暴力事件 通常是因為大家缺乏有效的溝通 又或者照顧人員 未能即時滿足院友的期望 或者要求而發生的 而醫護人員服務的對象 是院友和他們的家人 所以經常都會發生一些 突發的暴力事件 所以員工是要接受 預防及處理暴力事件的一些培訓 如此同時, 亦都要記得 在面對及處理暴力事件的時候 要做適當的風險評估 這樣才可以在事件當中 做出適當的反應 務求令傷害減至最低 你說起我們工作 有時我們都會遇到暴力事故 幸好我們早就有訓練 支援和指引 當時我們也有防衛設施 例如緊急制和通訊器材 當時安心很多 是的, 還要建立暴力事件的 情報及調查制度 收窄和分析 導致事件發生的因素 以及預防改善措施 公司都應該有緊急支援小組 有任何突發的事件都可以即時處理 如果真的有需要 都可以報警求助 明白 工作暴力不要忍 做足防備最穩妥 做法 中文字幕後 IX年紀念魯 中文字幕後